就是這種 我們看到傳承 傳承載與載令 葉欣慈 你願意和我洗手到老 想辦醫生嗎 兩萬三 各位觀眾 好選擇的府迷們 敲碗很久的BLG專訪又來了 有兩位是老朋友了 然後有兩位是新朋友 歡迎四位主角 History 5 對不對 對 History 已經一路拍到第五季了 第五季這次叫做 遇見未來的你 對不對 來 那我們請兩位 新朋友來告訴我們 先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為什麼他叫遇見未來的你 你們也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陳其安 然後我在History 5裡面 飾演梁文森 大家好 我是許濤 我在History 5 遇見未來的裡面 飾演的是林懷恩 之所以叫遇見未來的你 是因為我們有其中一個角色 帶著你 他就是從千奇年穿越到 2022來 對 2022來 穿越 現在也是最夯的題材 穿越劇耶 那我們這一隊是負責 那個 職場的歌插點 總經理 對 這個喉糖 好吃又很有用 你吃肉馬上又好一點 他其實以前 他小的時候就有見過我 然後我 就是我們在同一個育幼院 長大 然後我發現 可是年紀有差這樣子 對 然後我發現他就是一個 小朋友的時候 就是跟我有一些行為很像 然後我就覺得 就想保護他這個 這個小男生 就是希望他 不要受到一些傷害 就你走過的冤枉 對 因為我知道他 你怎麼這麼有母愛 因為我們都是那個馬 孤兒嘛 喔 對 你今天講起來這麼感動 感想起來這樣子 我從小 就在不同的育幼院裡流浪 可惡 為什麼他們那麼多會欺負我 你知道 受到了還神白禍的蜘蛛 我教你一個方法 好 與其在這邊自己一個人生氣 不如讓自己變得更強 強到沒有人敢欺負你 加油 好好長大 那學長們 怎麼看待學弟的演出呢 你們這一次 有沒有在這個 圖裡面有客串出現 對 有有有 對我們要remind一下大家 提醒一下大家 這兩位的角色 其實這邊 沒有到步輪 因為其實沒有血緣關係 對其實沒有血緣關係 但是聽起來會很兄弟 對兄弟 所以你們兩個 就一直從 History 4 恩愛到五 對 照顧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一直有進展 算是後來就是我們住在一起 之前也是住在一起 但是之前有爸爸媽媽 但現在是我們兩個人出去 小世界 對我們的小世界 對 哇好 sweet 但除了一些 像 甜蜜的東西以外 當然還會有一些 生活上會遇到一些 爭吵 或是吵架 或是不開心啊 或什麼 然後就會看到我們在這個 劇鬥嘴 鬥氣 對 你真的很討厭 明明只有我最近睡人手在這裡 對不起嘛 剛才看比賽還太投入了 下次我會注意的 走開啦 好 你忘了我們約定過 如果吵架 就要在十二點前結婚三十秒 其實CP當中最容易吵架的 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 四位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覺得什麼樣的生活小事是你們的地雷 但是 也許在對方眼中微不足道 可是 曾經 轟轟烈烈的吵架過 我覺得這種生活習慣 跟家人就會有 因為習慣的不一樣就會有爭吵 是家人也是會 對 你現在在講說跟爸爸媽媽之類的 就跟那個姐姐媽媽之類的 對對對 那你的地雷是什麼 可能吃完那個餐桌不熟 好小喔 很小的 很小的習慣 或者是就是 冰箱的東西 買了被吃掉 什麼之類的 就是真的這樣 是誰 很小的時候習慣 就很生氣 就比較容易吵架這樣 幹嘛特別呢 然後我在想 我剛剛本來想說 挖出到底是誰 例如姊姊還是誰 然後順便說 姊姊不要看 這樣子 看在一起會生氣 被弟弟亂爆 這樣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想到一個就是 現在不是都會 帶手機去上廁所 然後常常 就是有時候會做比較久 然後就會被催說 欸為什麼每次去 上廁所都要上這麼久 等一下 等一下 但是廁所有啊 大概有兩三間 就這樣嗎 就是我不會干擾到他們 可是他們都會 催我 對 我會划上這麼久 就要趕快出去 好想問你 那一間酒 對 有一個嚇死 你操作我的後段 沒有 我還可以做個20分鐘 30分鐘 你腳不會麻掉這樣嗎 欸還是會 出來出來 我就想說 我想說這是一個 也是一個這種 自己的空間 空間 我就很不喜歡那個時候被 催促 為什麼跟佳輝呢 我的雷好像都還好 就是為了習慣乾淨就 然後我會變成變 雷點 抱歉 這句話佳輝認同嗎 你覺得俊博有什麼雷你的地方 還有你自己的雷 他還好 還好欸 不會連我 好那這樣子 我們就是要來個爆料時間 在這個同居期間 有沒有什麼讓你到驚訝的點 驚訝的點 對現在似乎都寫著思考中 他驚訝的點應該就是沒有驚訝吧 蛤 就是他的生活就是 很有條理的那種人啊 真的啊 安靜的人吧 對安靜真是 對啊 安靜喔 所以私底下其實很安靜 對 蠻安靜的 喔 那你要怎麼樣就是跟他 打閃 如果要你跟一個這麼安靜的人 他不用 你只要把他放在那邊就可以了 什麼最好事啊 只要把他放在那邊 他自己就會製造 製造熱鬧的氣氛 我剛才想要回答就 喔 是不是有生 你在那邊什麼 我放在那邊就可以了 我發現你這對CP是很互補的齁 對 就是一個很活潑 然後一個安靜 犯你們兩個爆料彼此 我對他沒有驚訝 但我覺得他應該對我會有 是嗎 欸這個笑容 因為我睡覺會打呼 因為我睡覺會打呼 睡覺打很大聲 欸可是你們是同一床嗎 對 對 同一床 哇欸你看我以前好到四下的彈簧欸 服女表示開心跟寒意 對對對 這樣滿足了所有的想像 你們兩個人是第一次拍親密戲嗎 你們兩個人是第一次拍親密戲嗎 是嗎 是嗎 而且這部應該是有比較 揚眼的親密戲嗎 對不對 滿揚眼的戲嗎 對 幾場片 你是不是看過了 滿揚眼的 我們看過了 他們在拍的時候 你在旁邊啊 今天時間是我們想看有沒有真片 那你們真片有沒有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看到傳承 哇 可以嗎 真的拍攝的時候 那個情感的流動 其實回想起來還是會不好意思啊 是不好意思還是真的你很進入那個角色 當下真的不會不好意思 對 就是自己回想的時候 客觀的看的話 因為是在狀況裡面 可是其實真的自己看到的時候是 我之前看他們的也是 看到也是 也是同樣的 我覺得每一個 每一對我都是這樣 看到自己也是 看下去 不好意思 看不出來真的 這一次的劇情當中有沒有哪一場戲是 就是我們兩組CPE印象最深刻 然後也許是最糾結的一場 就是我們最後是走到球五分 是誰像神球 我像他 其實到現場然後看到那個擺設 然後自己站到那個 準備的位置的時候 就那個緊張是 不管是林家瑋還是褲永傑 我覺得都會是一樣的心情 又可以流汗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很緊張加上興奮又期待這樣 真的開始講的時候就會 一直覺得 就看到他的時候 對就會有一些 真的是我們那時候拍的一些 故事情節會在腦海裡 對然後就會 就我們兩個都哭了這樣 哇所以當時的眼淚是真心的 對是真實 你覺得林家瑋本人 會是主動求婚 然後會是這樣子的人嗎 這麼浪漫 我覺得到了求婚 很像勢必都要主動 我覺得這樣才很像 摔到最後一刻的感覺 因為他講得很好 摔到最後一刻 然後我想到的是 那時候我們拍H4 那時候因為我跟他算是 禁忌的那種愛戀的那種感覺 然後所以我想到的畫面 在我腦中第一個畫面就是 他抓著我的手 然後跟我爸爸還有媽媽 然後一起探純這個東西 對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我希望你們可以成全我們 我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我願意成全你 有一場是他早去他的生日 就是一起晚餐這樣 就那場其實我後來 比我想像的還要 讓我更深刻 因為那時候還在爭吵 但是因為是生日 所以想說他就好啦 然後我們一起喝了幾杯酒之後 開始有勇吻 然後那個吻就只在 連環睡著了 可惡 對就會讓我覺得 再爭吻的兩個人 好不容易感覺 有一些看似要和好的舉動 但是停在這個意外 只能讓這個衝突的關係 只能繼續這樣 我比較印象深的是 第一次哭是在房間 然後聽到董事長走 然後他那一天 他還跟我說 他其實沒有打算要哭 這樣子 就是難過這樣 然後那一刻是我很難過 後來他就拍完之後 他就跟我說 哇喜愛女 應該很會哭耶 這樣子 應該很會哭耶 然後我說 沒有啊 就是剛好 剛好那個情緒到了 然後他就 就跟我說 他其實很 不會哭在鏡頭 就是他平常不是很愛哭 然後第二次 我們在遇到哭戲就是在海邊 就變成他很明確 就是他一定會 劇本上 對所以那一天 就有特別就是 就是幫彼此 就是 一種陪伴 對一種陪伴然後牽著手 然後可能就是 聽聽他當下的一些想法 然後幫他回憶一下 角色的一些進入 就是對 一些過程這樣 那一天就是 我看他哭 我也哭了這樣 本來我沒有要哭的 但是我看到他哭了就哭了 那一場是這樣 還好合理 在這裡 因為他只輸入我們的家人 因為他只輸入我們的家人 我愛你 我想問四位這個 你們吻戲覺得 最特別的一場吻戲 或最奇怪的角度 最奇怪的姿勢的一場 有一次在圖書館 就是在圖書館 然後有其他人 對 超安靜 對 他是一個樓梯底下 還有一些書架 然後我們就在書架後面 在從旁邊看 從旁邊看是看 就是完全是一清二楚 因為圖書館就很安靜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那邊 有一場也是要配 幫自己輕輕配音 好 來 你們自己挖根跳 我們要聽聽怎麼幫輕輕配音 對不對 是海邊對不對 因為那個聲音太大聲了 就是那一場的聲音 全部都要重配這樣 太好了 那我們現場示範一下 如何替輕輕配音 替輕輕配音 你自己講 那我們來聽聽看 就這樣啊 但現在一定有聲音啊 因為在收音池他那個 在錄音池他很安靜 然後替這個朋友很近這樣 所以就 就這樣 金金金金 沒有 收一下 收一下 已經要拿收音機來了 來 來來來來 我要聽到這樣 沒有 我是吃拉麵 對不起 我們只是那個 稍微嘴神的 餐綿那個接吻這樣 所以就輕輕手 就是這種 這種聲音 就是 就是這種 A story 系列都是一個 不管他的故事的情節 跟劇情是什麼 我覺得他都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他是一個很有 愛 很多元 然後不管怎麼樣 他都會讓你感覺到 很溫暖 然後很溫馨 然後你可以 在裡面得到滿滿的愛 我覺得不管是 我們那時候 H4 或是他們現在H1 對 中間會有一些困難 或是一些阻礙 但是我覺得 在看完這整個劇的時候 你會獲得滿滿的能量 對 在A story 裡面 愛就是非常的純粹 那A story 5 這次也有我們 這次也有我們 後續的一些 延續我們發展的故事 那 後面也有他們 兩對CP的 精彩作品 對 一定要看喔 我覺得H4跟H5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都是比較偏 你可以很輕鬆的去看 把它看完 不會讓你說 我一定要很安靜 或是一定要很認真的 才可以吸收這部曲 就是我才能夠 看得進去 它其實很容易就看得進去 因為它是一個 本身節奏跟氛圍 就是一個很輕鬆的 H4跟H5 共通都是這樣的 H4 就是一個很 夢幻美好的泡泡 對 那 我們在琴鞋裡 也有一些 真實情路 會遇到的一些爭吵 那也有 和好的 美好的部分 像 或許生活也有可能是這樣的 就可以 像是一個這麼美好的泡泡一樣 對 反正總之這個 男睡女媚 五女一個時代替 大家去追 H系列就對了 今天謝謝四位 YES 關注電影好選擇 記得訂閱 還有打開小鈴鐺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精彩內容 隨時上架 我們下回再見 可以